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 得着荣耀 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 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 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 但主是信实的 要兼顾你们 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 我们靠主申信 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 后来也必要遵行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 叫你们爱神 并学基督的忍耐 弟兄们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 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 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 就当远离他 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 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 未尝不按规矩而行 也未尝白吃人的饭 倒是辛苦劳碌 昼夜做工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 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效法我们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 就不可吃饭 因我们听说 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 什么工都不做 反倒专管闲事 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 劝戒这样的人 要安静做工 吃自己的饭 弟兄们 你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 要记下他 不和他交往 叫他自觉羞愧 但不要以他为仇人 要劝他如弟兄 愿赐平安的主 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 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 凡我的信都以此为继 我的笔迹就是这样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每天平安的主持人 相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